最近几天,受高空潮影响,辽宁省多个城市出现了新一轮的强降雨 在8月24日,辽宁省沈阳市出现了强降雨田区 沈阳的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全地区平均降雨量达到了69.6毫米 目前这个降雨还在继续 沈阳气象台陆续的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和大风,二级应急响应 以及全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沈阳市自研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黄色的异局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防范最近的强降雨暴雨洪水的到来 在今天,明天两天,辽宁省辽阳市还会出现这个暴雨,局部大暴雨 辽阳市的这个降雨在8月24日是如意而至 从8月24日早晨至25日白天出现的暴雨50毫米到100毫米 这个暴雨,局部有大暴雨100毫米到150毫米 东南部的这个雨量呢还是比较偏大的 在辽阳市内,以市的增加,不少的这个路段呢开始了急需 在这里提醒一下市民注意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因为多个地区这个路段呢已经有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急需了 再加上今年8号台风,八威即将接近这个辽宁,辽宁省 即将会带来大大暴雨,此时时刻呢辽宁的大奔地区呢 这个不少地区呢,特别是低湾,地区呢已经积水非常的民众 一片的汪洋,有网友说已经辽宁省已经进入了看海的温室了 看到有不少低湾的地区呢,还有这个下水到的这个井盖的繁水 多个路面呢,低湾地区呢,都积水非常的严重 看到有不少的车子呢,在积水中缓慢的前行 现在开车呢,如开船一样 这个道路呢,就变成积水流河流 也有不少这个池呢,因为这个涉水而行 有些被水淹了,就是导致这个抛锚熄火 所以遇到这种积水不要生的路段呢,一定要不要射水而行 或者绕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从8月24日上午10时开始呢,就开始下暴影了 一直下,然后102国道呢,积水呢,有距30公分 现在看到这个路面呢,这个积水都是非常严重的 车子的这个前轮的位置呢,都已经给这个积水给淹没了 然后这个下水到的井盖呢,也以防水冒泡了,像喷泉一样 所以过完的行程跟车辆呢,遇到这种路段呢,一定要特别小心 要注意安全的,你看现在看到这个路面的积水呢,是一片的汪洋 道路的如河流,真的是可以看海的,整个辽宁省都可以看海的 有网友调款道,现在第五大洋是什么 原来就是沈阳,现在沈阳已经成了第五大洋 倒数是一片汪洋一片大海 而气象部门呢,预计未来几个小时呢,还将出现 40到50毫米的这个酱水,要注意防范了 现在雨寒在下,在沈阳的东茂路水已经成断了 沈阳区新泰北一街已经有不少的这个积水了 在过完的这个行程里,其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 8月24日整天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45毫米 最大呢,最大呢,达到了120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64.4毫米 重新,平均的这个降雨量呢,达到了33点毫米 最大值在53点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量25.4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量25.4毫米 意计呢,此次这个降雨过程呢,将持续到25日 并且可能搬有这个短时的这个墙降雨 雷电等墙对流天气 所以市民出行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 在暴雨洪水来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看到这个沈阳市的这个城区啊 多个路段已经积蓄非常的严重了 整个这个沈阳市的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啊 也是来不及排水啊,你看到处的是积蓄非常的严重 所以有不少网友抱怨说,这个纳税员缴的钱呢 也不知道是发在哪里去的 这个整个城市这个排水系统啊 好像一到这个暴雨的时候就瘫痪了 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就好像作废了一样 到处都是积蓄 现在看到这个路面的积蓄成河流啊 内涝的非常的严重 在这个高架桥下面也是积蓄非常的严重 这个有小汽车呢,都是涉水的情况 就会缓慢的涉水前行 过稳的车辆呢,遇到这种积蓄 特别是我们说一定要非常注意了 一定要小心驾驶 因为水太深的话就不要贸然的前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看看到不少汽车子还在这里涉水前行 在暴雨 同时来袭的时候呢,一定要防范一下 要注意一下暴雨造成的这个山坡啊 滑坡啊,泥石路等相关就是这些灾害了 你看,现在看到这个车子也是在这种积蓄中抛锚了 可能就死火了,开都开不动了 如果遇到这种汽车水淹被水淹的话 正确的做法就是说 你能推出来就推出来 推不出来呢,就在原地放着 要等待这个救援 而车子被泡水呢 这个是一般是车水显赔的 如果是过水吸火的话 就涉水显赔负 但是如果你是二次打火的话 这个保险是不赔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的 只要你的这个车子呢 在鸡手中抛锚的话 就是能吹出来就推出来了 就不要二次打火了 二次打火 导致这个发动机进水的话 就保险就没得赔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现在看到这里 这个迪娃的地段呢 汲取非常的严重 你看看到有不少这个汽车呢 都在抛锚之中呢 被水淹之后呢 就没法动弹了 在水中抛锚了 然后遇到暴雨洪水爆发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开车外出了 不要用你的车子 不要开到这个低瓦地段了 低瓦地段 容易导致这个积水太多的话 就容易导致这个车子发来 你看这个小汽车也是冒人的这个前行 非常的危险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猫人的涉水 万一开到水深 比较深的地方呢 就容易造成这个抛锚 抛锚的话到时候你会 开不开不动的 最近这个小牙呢 大暴雨造成这个洪水 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你看 多贵露弹的积水 太多了 积水成河成海 现在到处一片的汪洋 整个沈阳城西都进入看海的洪水 你看这个小汽车也是摄水而行 小心翼翼的这个摄水而行 摄水而行的话 一定不能用高速挡 要用低速挡 缓慢的前行 如果水太深的话 就不要冒人前行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形 这个路段的积水也是太深了 到处一片湾 一片大海 沈阳城西都被淹没了 整个道路的城河一样的状态 车子直接在水里开了 像船一样的 像开船一样的 现在呢这个八 今年第八号台风呢 即将接近这个辽宁这边了 所以最近的这个寒飞有大大暴雨 在这里提醒一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 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 出门之前呢 一定要看一下天气 注意一下安全 在暴雨洪水来袭的时候呢 最好是待在市里 待在家里 最好不要开车外出了 开车外出 如果有些路段 急需太严重的话 容易导致这个熄火狂暴 最后比较危险 所以一定要关注一下 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 我真的会看到 你们现在就是在海面 里面的风险 到山下 还有一种 三种风险 一种风险 叫陈旧 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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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